啊 喔 開掉了我自己拉肩 好像連回了的感覺 醫生說一百個人當中 會有一兩個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唉 我還真是LUCKY 先去一頭沒兩樣 我剛發現一件事情 醫生幫我綁著鐵絲 跑到這裏面去 只有這邊上面這樣欸 這三邊都沒有欸 這樣是正常的嗎 好 現在換第二副正式的牙套 一之二 因為第一副是試的 正確算法來說 我這是換第二副 每一次套上新牙套的時候 就會變大舌頭 好難受喔 剛帶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無法言喻 算了 管他的 要看看 尬的 OMG 我每次都在這邊最痛 牙齒有一種好像 莫名要被什麼東西抽離的那種FU 我可以來開一下 我現在骨丁這樣子打在這個地方嗎 前幾天真的是很腫 現在呢就是一二三這邊 嘴巴破洞在骨丁旁邊 我現在骨丁這樣子打在這個地方嗎 我現在骨丁這樣子打在這個地方嗎 前幾天真的是很腫 現在呢就是一二三這邊 漂亮啦 七月十七月來換一至三 沒有什麼貪大的變換 但撞上去的時候 應該就是痛了一下 撞上去就毫不猶豫 要痛就會一直痛 是一種血特的感覺 繼續加油 先來拿第二種牙套 這個 因為其實如果正常的話 它是不會痛的 對啊,就是這樣很穩的 但是你可以看你這天這個 腰腰腰腰的 好,它應該是不會讓你痛痛的 它是遠離你的牙肉的 我們雖然是想要它往後 但是它是斜向下 所以我們要用牙套把它的 垂直的高度壓住 所以有帶牙套才能拉 晚上垂直要拉著就好 現在就是牙縫變大蠻多 吃東西每次吃每次立卡 牙齒真的有力 比較咬不太多 在家的時候我都用剪刀剪小 很像小baby吃東西 真的很餓很想咬快一點的時候 就會很痛苦 咬這過程中這種酸軟腺香是正常的 但是這邊還沒有稍微幫助往後嗎 會慢慢來啦 對 為什麼好像前面也好像有點無力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多少都會一起在些微的移動 對對對 掛起來就是這樣 現在開始帶這個 因為我狀況的問題就是會給我這個 橡皮筋 2月13來帶2隻2 還不錯,有順利進行 狠一點,果然會滿滿習慣的 OK戴上了 雖然說是很緊,但是沒有之前這麼的難受 來玩2隻3 OK 很習慣會很緊或難受 沒事,繼續 今天要來拿第三階段 比想像中的快 大概3隻1的 醫生說我進度很不錯 沒有到特別的不舒服 還是很緊啊 該退後的都有退後 算滿順利吧 好白癡喔 我昨天跟朋友吃飯太開心 吃完就咬口香糖 結果臨時假牙竟然就掉了 端回去才能繼續順利的矯正吧 牙齒問題多就這麼麻煩 OK,因為我假牙的牙套掉了 掉之前我又賣了兩三天 換牙套 希望我那個假牙套不要再掉 總之換這個三隻的牙套 滿了一週以上 然後換這個之前 我會有比較長的時間沒有 就是一直戴著 搞不好這次會很痛 現在才戴9月10號要開始戴的 第一次進度這麼慢 用力咬 戴這個隨時都需要勇氣 沒有想像中那麼痛 但是很奇怪 上一副 假牙的這邊兩顆 靠外面的地方就是比較鬆 但是也沒有說鬆脫 然後這副也是耶 這邊有空隙 後面整個還滿明顯滿大的 這邊合的 今天9月30 現在才要來戴三隻三 之前就是因為臨時假牙掉 所以就延後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禮拜 常常牙齒就覺得到處都痛 會不會是一個瓶頸嗎 沒關係 還是繼續努力戴 學得 今天拿了第四 第五階段 這一次進度稍微慢一點 看那樣容易戴 因為這陣子就覺得牙齒好痛 是有比較偷懶 偷懶果然是看得出來的 好 我又有小狀況 我發現血絲竟然鬆脫 剛剃牙一下然後它就掉下來 好 剛終於拿掉了 我剛一直刺到很痛苦 回去找牙醫 10月25的四直散 慢了兩天 有時候真的是會忘記 我上次去放回我的臨時夾牙 現在感覺好像有點鬆 我的問題真的是很多 上次呢 這一條先掉了 今天拿來補回去 我這顆臨時夾牙 它又掉 掉第二次 而且它還有點裂掉 應該是要再重新做臨時夾牙 又要脫 牙套它還是要戴著就對了 矯正好就一切都好 進入第五副 五之一 好 加油 11月14開始的 五之二 五 五的 不曉會趕不上進度 11月35重新戴第五副牙套 因為之前那個臨時夾牙 掉了又重新做的關係 下個月才要拿第六 第七副 但因為延後呢 一個月的時間 都是因為臨時夾牙的關係 鐵絲都重新拉緊 然後這邊繼續用橡皮筋 張了新的痘痘 當作前面一點往後拉 至少還是有進度啦 12月10號五之二 五之三 然後第六 第七階段 重回軌道的六之一 算是順利的 加油 六之二 還真的很痛啊 六之三 快到七喔 因為醫生說 我這邊下面要退的比較多 會比較難受 會比較難受 天啊 終於來到第七階段 七之一 好像臉型有一點改變 越來越好看的感覺 先拉後面 前面才可以去動到 七之二 好 現在這個階段呢 每天一定要戴它 有一種安全感 就算換新的不是這麼好戴 也會覺得 沒像之前那麼難受的 習慣吧 終於到了七之三 很好 來拿八跟九 醫生說 脫椅的速度還不錯 現在慢慢開始要動前面 往後壓 下面的鐵絲都有在拉緊 現在戴上去這套 也沒有覺得很不舒服 十跟十一 要重新再製作 還要再重新口罩 因為會慢慢不合 以最準確的那個膜 重新去壓它 早上起來有點無力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這邊怪怪的 發現這邊腫起來 現在腫得更明顯了有沒有 我要趕快去看醫生 外醫生說 後來是腮腺炎 因為沒有發燒 也不是點心 也不像是 牙齒引起的問題 腮腺炎要吃七天 如果有效的話 三天之後 再來 如果腮腺炎的話 要一個禮拜好 有時候我腫到 古丁幾乎整個被包起來 喔 現在好明顯 好啦 洗完趕快好 我剛剛在玩disco 觀察今天晚上跟明天 如果更慘我就立刻要拿掉 受不了了 來賓服 唉 洗完臉了 壞掉了 我自己拿肩 幽默 本來想說這邊臉腫 那我看這邊好了 根本哪邊臉都不行啊 現在快十二點 被脹型 吃藥感覺消炎好像沒有用 六七十公斤的臉耶 結果被老公脫來急診 為什麼弄完之後更腫啊 我還是繼續腫 腫成這樣子 好像臉毀了的感覺 鼻子都一起腫 嘴唇最腫 小姐妳哪位啊 下面昨天還沒有 現在全部都腫了 吐出來很多 太可怕了 唉呦 這已經要拔掉了 跟西域草莓兩樣 有發燒的狀況 呼吸困難一樣 立刻日子症 它沒有更腫就OK 外面的牙肉要能夠腫到那麼大 細菌的來源一定從這邊這樣進來 跑到骨頭的周圍 再穿出牙肉 所以這周圍就會有一些黑影 如果是從骨丁 妳會在骨丁周圍看到一些黑影 但我也都沒有 都沒有啊 我就很特立啊 奇怪 但是腫那麼大真的 要去急診啊 那個判斷是沒有錯的 我老公很急車 他說 你不用打玻尿酸 臉就很膨了 沒有人想要膨這裡 希望真的是因為骨丁 至少現在拔掉 希望它可以消腫 打掉骨丁之後 絕對沒有繼續 脹下去這麼嚴重 開小臉濾鏡之前 開小臉濾鏡之後 現在還可以這樣玩 但是有點難過 至少 手機我還可以解鎖 今天 有比較消腫了 但現在這邊 擴散到下巴的感覺 真的很誇張欸 骨丁拔掉之後 真的就開始慢慢笑了 變成我爽下巴了 至少看起來是小腫了 啊 太好了 有時候就很想哭 但是看到自己的時候 又很想笑 醫生說一百個人當中 會有一兩個 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骨丁 唉 還真是lucky 真是難得體驗 這麼多有的沒的事情 所以我才可以給這麼多意見 跟分享 拿掉骨丁之後 它才開始很明顯的消掉 今天總算覺得那個硬化消掉非常多 水腫也消了很多 幾乎都好了 算是短時間內解決 非常好 我把珍貴的畫面拍下來 看一看都覺得還不好笑的 醫生有講就是先讓他休息 可以先不用戴陰性牙套 藥也吃這麼多天了 今天開始重新戴我第八副牙套 我還剩下這邊和這邊的固定 這邊就是之前因為打了 然後鬆動的無法固定 所以就先拿掉 跟變骨頭環境不好就對了 現在這個因為發炎中期 拿掉 那醫生是說後排牙齒退得也差不多了 沒有說肥再打下去不可 但是如果好像有點發炎現象 我就立刻拔掉 那像我那麼長的確實是比較少 個人體質問題 8-2 我現在牙套的進度比較慢 就是要認真努力待 感進度的8-3 在挑釁前面很緊 今天繼續感進度9-1 感覺前排牙齒的縫隙開始變差 9-2 終於9-3了 真的是還蠻感動的 趕快來